打开机器电源 刚才是喷码机器主动 这回是喷码机器超过 在喷电关闭的情况下 按这个iPhone是重新编辑 然后这个上下关闭 画面也看不起吗 就看这个键盘了 咱这个喷码机的一个总高度是1.8厘米 就18毫米 然后它这个光标可以上下去 然后就说我们这个 如果说打这个字大型的话 是F4 F4是控制字高的 它可以2毫米3毫米4毫米5毫米 一直往上涨 对 这样的箱子 对 把那灯拐的那样 你拐的 放到箱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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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攻击 嗯 你到这边呢 IQ4代表是高的 然后这个 你看数字 这大型 对 然后这个代表删除 F1代表是点阵和实体 对 嗯 比如说我随便输了 然后这个文件编辑好之后 把这个是保存的 然后文件面可以随着编辑 它可以保存99个文件 如果感觉不够用的话 可以用够好 对 这个是看见 这个是平衡件的 嗯 这个是平衡件的 它这个喷码器是任务原理 就是那个你看 这个东西过了以后它检测 它开始往上喷 对 对 行 好 好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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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在这边 再谱 再谱那个滴度 拿这种 这种是水瓶盆 如果说想这个垂直冲下碰的话 把这个碰成为例行就行了 这个是水瓶盆 人家就这样点了 他说这个会讲的 在喷头关闭的情况下 按F F是编辑文件 然后这个上下光标 是调位置的 它这个总宽是1.8厘米 F4是调字高 单位都是毫米 可以从2毫米到18毫米不等 然后这个字大高调好之后 咱这个机器可以喷点状和实体 点状就是有点形成的字体 线条是线条字体 这个条线条有点状通过这个F1的条 对 你用编辑好之后 按这个logo 保存 我前面就可以看见了 听见了 这就完美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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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